欢迎来到学用数学、数学有用 今天要看台大志工二届103这道题 这道题跟一个有名的约瑟分问题 约瑟负斯环问题很像 不过不太一样 所以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道题是说怎样呢 有一堆纸片叠在一起 1、2、3、4 叠成一排 第一次做什么事情 把13579都砍掉 砍完之后 我们一样照着原本的顺序再来填 24680 那一直到这个2014 现在2012 接着呢我们再砍什么 接下来呢一样就是什么 13579的在砍掉 好那这里呢 接下来会砍到谁呢 其实呢留下来的是4的倍数 所以呢第二次留的都是4的倍数 那再下一次呢 其实留下来就是什么 都是这个8的倍数 8、16、24 那这边呢最后留下来 应该2008 好那因此呢 这样子不断的留 所以呢这边就是2的三次方 2的四次方 2的五次方 好那最后一个留下来的呢 就应该就是2的四次方 就是1024 好所以这是一个 每次取掉偶数的得到答案 那如果今天是这个约瑟夫反问题的话呢 这个答案有些不太一样 好我今天先用这个10个为例 好我们现在如果是什么 13579砍掉 好那约瑟夫反问题呢 是下一次呢 他为什么 隔一个跳一个 所以下一次砍的呢 这边一样 跳过10砍2 跳过4砍6 跳过8砍10 好那接下来呢 再跳过4砍8 好所以呢 在约瑟夫反问题 这个呢 最后留下来是4 但在刚才呢 去偶数的问题呢 如果是10个 最后留下来是8 那这道题呢 是比较简单的 它只是一个二进位 二的四方的概念 就可以解决 那约瑟夫反问题 相对复杂多 不过他的解法呢 也跟二进位有关哦